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te dinner with him and his wife, but eventually gave in. Now, an email has appeared, allegedly from Peng, retracting everything. The author writes, Steve Simon, head of the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to whom the note was sent, doubts it's real. He wrote, I have a hard time believing that Peng Shui actually wrote the email we received. I have repeatedly tried to reach her, to no avail. Chinese state broadcaster CGTN publicized that letter. What is so concerning about going through the likes of CGTN or other state media? State media in China serves, in the word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serv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they are not really a media outlet like that we might k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West. As for Peng Shui, the spotlight is on from her peers. American tennis champ Billie Jean King tweeting, hoping Peng Shui is found safe, with Japanese tennis star Naomi Osaka simply writing, where is Peng Shui? 和中共大發行為重量去大核心 其實在中共19居六中全會之前 不管中共當局怎麼折騰 習近平當局怎樣的轉移視線 中共最大的新聞 最大的醜聞 最爆炸性的新聞和醜聞還是張高麗 就是前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 那就是張高麗 姓氫和右肩比她小40歲的網球明星 世界冠軍彭帥的狗血距 這個狗血距是今年度最大的狗血距 也是中共高層腐敗 堕落 淫亂的象征 彭帥的控诉文就是他在微博上所写的1700字的博文 已经在中国被删除殆尽 不留死角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这1700字的控诉文 相关的文字和音频 我是一个好女孩 很坏很坏的女孩 大概三年前张高丽副总理 你退休了 找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再联系到我 约我打球 在北京的康明大厦 上午打完球 你和妻子康杰一起带我去了你们家 然后把我带进你家的房间 和十多年前在天津时一样 要和我发生性关系 那天下午我很怕 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 一个人在外帮手着 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老婆会愿意 七年前 我们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然后女生常委去北京就再没联系过我 原本埋藏了一切在心里 既然你根本不打算负责 为何还要回来找我 带我去你家 逼我和你发生关系 是我没有证据 也根本不可能留下证据 后来你一直否认 可却是你先喜欢的我 否则我也不可能接触得到你 那天下午 我原本没有同意 一直哭 晚饭是和你还有康杰阿姨一起吃的 你说宇宙很大很大 地球就是宇宙的一粒沙 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 还说了很多很多 就是让我放下思想包袱 晚饭后我也并不愿意 你说恨我 又说你这七年从未忘记过我 会对我好等等 我又怕又慌 带着七年前对你的情感同意了 是的 这是我们发生性关系了 感情这东西很复杂 说不清 从那日后 我再次打开了对你的爱 后来与你相处的日子里 单从你人相处 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对我也很好 我们从近代历史聊到远古时代 你同我讲万物的知识 再谈到经济哲学 聊不完的话题 一起下棋 唱歌 打乒乓球 桌球 包括网球 我们永远可以打得不亦乐乎 性格是那么的合得来 好像一切都很搭 自小离家早 内心极度缺爱 面对发生这一切 我从不认为我是一个好女孩 我恨我自己 恨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经历这一劫 你同我说你爱我 很爱很爱 来生希望在你二十岁 我十八岁时 我们就遇见 你说你很孤独 一个人很可怜 我们有聊不完的天 讲不完的话 你说你这个位置没有办法离婚 如果你在山东时认识 还可以离婚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想过默默无闻就这样陪着你 开始还好 可是日子久了 慢慢的变了 太多的不公与侮辱 每次你让我去 背着你 你妻子 对我说过多少难听侮辱的话 各种冷嘲热讽 我说喜欢吃鸭舌 康杰阿姨会冲着我说 姨姨真恶心 冬天北京雾霾 我说有时候空气不太好 康杰阿姨会对我说 那是你们郊区 我们这儿没感觉 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说了很多很多 你在的时候她不这样说 好像和我们一样 两个人相处时是一个样 有旁人时 你对我又是一个样 我同你说过 这些话 听多了 心里特别难受 委屈 从认识你第一天到现在 没用过你一分钱 更没通过你去谋过任何利益 或者好处 可明分这东西真重要 这一切我活该 自取其辱 从头到尾你都是一直让我和你保持一切 从头到尾你都是让我保密和你的一切关系 更不可以告诉我妈和你有男女关系 因为每次都是她送我去西石库教堂那儿 然后换你家车 才能进院里 她一直以为我是去打麻将 打牌 去你家玩 我们在彼此的生活中 都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透明人 你的妻子好像甄嬛传的皇后一样 而我无法形容自己多么的不堪 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人吗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 装 每一天都在装 哪个我才是真的我 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可又没有勇气去死 我好想可以活得简单点 可事与愿违 三十号那天晚上争议很大 你说二号下午再去你家 我们慢慢谈 今天中午打电话来说有事再联系 推托一切 借口说改天再联系 就这样和七年前一样 消失了 玩玩想不要就不要了 你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易 是 我们之间的感情和钱权利没有任何关系 可这三年的感情我无处安放 难以面对 你总怕我带什么录音器 留下证据什么的 是的 除我以外我没留下证据证明 没有录音 没有录像 只有被扭曲的我 真实的经历 我知道对于您位高权重的张高丽副总理来说 你说过你不怕 但即使是以卵击石 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的我 也会说出和你的事实 以你的智商谋略 你一定否认 或者可以反扣给我 你可以如此 玩世不恭 你总说希望你母亲在天 可以保佑你 我是一个坏女孩 我不配为人母 你为人父 也有儿有女 我问过你就算是你的养女 你会逼她这么做吗 你今生做的这一切 日后心安理得的去面对你的母亲吗 我们都很道貌岸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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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UNESCO Special Envoy and mother myself my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all will never change many years ago my father made small difference in his village together we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I was once asked about my Chinese dream I said I hope all children especially girls can have access to good education this is my Chinese dream I believe one day education first will no longer be a dream it will be a reality enjoyed by every young woman on this planet 孙敬的 柳淳泽女士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Madam Benson Tech, Excellencies, a very good morning to you. As I've said before, it seems to me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does not have a competition. It seems to me we need to establish some common-sense guardrails to be clear and honest where we disagree and work together where our interests intersect, especially on vital global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that Peng Shuai appears to be missing after accusing a former PRC senior official of sexual assault. We join in the calls for PRC authorities to provide independent and verifiable proof of her whereabouts and that she is safe. I can't speak, of course, I know you're not asking this, but to the details of the case or any more details of where she might be, obviously. But I want to be clear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generally speaking. First, any report of sexual assaul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we support a woman's ability to speak out and seek accountability, whether here or around the world. Second, we'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we know the PRC has zero tolerance for criticism and a record of silencing those that speak out. And we continue to condemn those practices. Thank you. Thanks for listening. Bye. Bye.